都是千年的狐狸 你跟我玩什么两个呀 哎呀 千年的狐狸 狐狸这个词呢 给了我很大灵感 你看人类呢 全身上下都已经 全都是植物广告 没有空地了吧 那这动物咱可以开发呀 再背回一下咱们是不是 你看在这个 爸爸去哪当中 就有这类的桥段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 那个 爸比 我们去哪里呢 去野生动物园呢 今天 今天 这个呢 这个牛奶呢 是小朋友喝的 对不对 不能给小老虎喝 好不好 你可长点心吗 你硬给人家塞 小丝会用丝吸管吗 我其实特别想做个诗啊 什么诗呢 就是针对电视当中啊 这个小动物的植入啊 或者是非常牵强的植入啊 有一首诗表达得非常好 是说什么呢 上联是 古人 金人 原始人 人人植入 下联是 神界 明界 众物界 界界广告 横皮就是 一个也 少不了 看了海洋俱乐部啊 腰部酸了 腿部疼了 连走路都呼不声风了 您看我啊 一口气看半个小时都不费劲 太阳俱乐部还针对得起咱这张脸 这个韩剧的场景 美剧的剧情 乡村的爱情 这是多么成功的一个组合呀 所以大姐大姐夫们 阿姨阿姨夫们 你们这样满意了吧 其实呢 我是特别佩服这刘大脑的呀 脑袋大 内存就是够用 对吧 对不起我没说你 其实呢 我就真的非常佩服他哪一点呢 你说这边演员片酬呢 是搜搜网上涨 那边呢 领导啊 还不让在电视剧里边插广告 你多难呢 你说你咋整 所以呢 广告植入简直就是金光灿灿的 星光大道啊 用他的话就是 那简直 太简直了 他好 我也好 其实呢 广告多了 导演也憋屈啊 对不对 他谁乐意把自己的艺术作品 整成广告大片啊 所以据知情人士透露 冯小刚导演 那是非常有底线的一个人呢 他有一次呢 就在这个片场里边呢 被要求补拍一个 纯广告的特写 这拍完之后呢 冯小刚咔一下子 就把桌子给揍了 产品也砸了一地 现场一塌糊涂 对不对 冯小刚说了 我是国际知名大导演 怎么能让这些通臭的东西 弄脏了艺术的白衬衫呢 哎呦 这话说的好不好 电影上映那天呢 我就揣着艺术的心 揣着雪白的白衬衫 我就走进电影院呢 果不其然 那植物广告 这只该有还有 攻击中的战斗机 oh yeah 哦 海洋出了步 我呢 我是一个爱研究的人 我就琢磨呀 你说是谁发明了广告 植入这种绝妙的点子呢 于是呢 我们就把时间往前倒啊 倒啊 倒啊 我就倒出了一头驴来 不是 时光就倒了85年的 我很强壮 我爱吃菠菜 我就是大力水手波比 没错 这就是我童年 吃菠菜的唯一理由 你们承认吗 当我们不吃菠菜的时候 妈妈都给我们 放这个动画片说 大力水手波比 吃这个就补铁呀 后来一发现 是小数点点错了一个位置 补的根本就不是铁 哎呀 当时这个理由就是 我想吃出和波比 一样的一块腹肌 鸡肉来 现在虽然也有六块腹肌 但都团结到一块了 为啥吃了三十年 咱还吃不出这个鸡大腿粗呢 怎么回事呢 所以后来呢 也经过三天三夜的考证 原来这部卡通片 这真的是一家 菠菜厂赞助拍摄 也就是说 大力水手 其实是一部 卖菠菜罐头的宣传片 我就在想 你说要照这么说呀 咱们的乡村爱情的广告曲 也必将成为传世的经典呢 还有咱们的一块腹肌 齐 感谢观看